大家好,我是本期大怪的,观战一下目前SE影视也是现在的绑一图王,幻想哥 小九前锋,杂技加囚徒,哇,一颗高空垫 这个垫非常的有想法,因为感觉这个垫打中了,追这边的人也不是特别的舒服 这套正锋的话其实蛮不错的,因为球者这边,球图连电修机,然后呢,调酒师能有补给,前锋能打架 当然前锋打架的话,说实话打一些,都不用是S牌,就经验丰富的饮食 我感觉,都没有特别多的机会 这里的话上来抓调酒,抓调酒呢,这个调酒的酒是怎么地图能喝得上的 第一轮,三人分摊,三人分摊有点 三人分摊的酒,0.2的酒也喝啊 有酒就喝,突出一个 刚想,其实这里的话怎么样比较好呢 想象当中是这边先,哦不对 你先吃一个独立伤害的话,这边接闪现,万一把你秒了 那吃个0.3,那也行吧,0.2,反正能回一点,试一点嘛 两刀带走,这个抽刀,整个击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本来想象当中,追调酒师是什么 你先打的差不多0.5的伤害 比如0.4,0.5,0.6都可以 然后一口酒回上,回上以后队友再翻摊 我再调酒,我再喝酒 那么现在的话呢,对于幻想哥来讲 这一局基本上就10拿95了 因为整套阵容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点 现在被抓了,且这个点没有太多的2.6能力 外面的前锋我刚刚讲过了 哎呃,这一刀后撤步是真的 再0过来,吸到了吗?吸到了,呃,定 想,想堵,想堵,想堵 呃,还是让人前后救下来了 这一波呢,只能说刚才那个后撤步刀是有点亏啊 那波如果说能打中的话,节奏上面来讲 就伤害会拉的更满,呃,也无所谓啊,也无所谓 这个局其实翻不了的,这个局就是 欣赏啊,幻想哥的一个那个控场就可以了 学习他的控场,这个,这种节点 这种优势局怎么去把这个血球滚起来就行 因为这个局我,觉得在他面前 都不用在他面前 就,但凡你拉一个S牌的影视出来 我觉得这种局都是一个稳啊 都是一个稳啊 打不了啊 状态到后面,呦,这非轮球徒啊 一个电,再定,好,独立伤害 这边队友帮忙切,那前锋还得倒 这一波说实话 前锋这个伤害分摊的有点亏的 因为本身的话呢 这边杂技一个人单分就可以了 杂技和调酒分0.3嘛 因为你本身这边的话 你就算分了个0.2 你后面也不能再分个0.2了 很难再分出一个0.2了 或者说呢 不刚分0.3的话呢 你就后面分0.2也没有用啊 就只能说这一波前锋 这里倒地应该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说我是觉得这个局怎么打都没有机会的 我们开密码机就知道了 密码机现在总量上面来讲呢 挂飞一个人差两台 修了一半的机子 再加上隐士这边连电这个机子又慢 因此这边前锋交自起 好 幻想哥只需要将求生者的伤害 再轻轻的打个两刀 稍微控一控 飞轮漂亮 这里还不敢翻 因为闪现震慎 闪现震慎的话 三人0.4 这杂技是要倒的 杂技现在差0.4 杂技这边差0.4 这道打要三人分摊 差0.2 隐士的话 这边是一个张狂挽留 没有底牌 先把机子连上 后面的话 杂技这边反正改修机子 三人分摊 你一定倒 所以他这边不抓杂技了 你要不去补状态 这个时候抓谁呢 抓前锋 或者抓囚徒 其实好像都可以啊 都可以 囚徒是一刀倒地 前锋的话呢 这边是0.3 0.3的伤害 两人分摊倒地 已经没有办法了 无力回天了 前锋摸了一个针 还不想放弃 一个高空垫 定住 再一个再0 落地了 这 这一波有点小尴尬 这波如果能找到前锋的话 也很香 看见足迹了吗 没有看见 这波找到前锋 也很香 因为前锋这边状态 当时没有补起来 当然他现在补一个 哎呦 等会儿 这样的话 这囚徒没倒地 囚徒在抢机子 这机子能抢开吗 杂技这边切成了蓝电 哦不对 杂技这边是没有摸电 杂技这边没有摸电 囚徒这边切成蓝电 囚徒这边交飞轮 一个电 定 定住是一刀倒地的 前锋这边慢慢切可以 这波前锋慢慢切可以的 这样的话呢 可以确保三个火口在场上 然后杂技这边慢慢连线 哇 这 这也要翻吗 杂技 这机子差不多了 囚徒回头过来 前锋是个交自起 求生者最后一口气 顶住了 前锋这边还有一小撮球 密码机直接点亮 囚徒 杂技前锋 三人开门战 以至前锋交自起 如果说这边找到杂技的话 一个电定住 囚徒也会被分摊带走 但囚徒手里有个飞轮 不过囚徒应该是跟前锋双排的 因为前锋刚才吃伤害的时候 杂技交飞轮的嘛 不 用囚徒交飞轮的嘛 闪现一刀 独立伤害 说的我嘴都嫖了 没想到啊 这个局能打成这个样子 你还真别说 对吧 唯一一个交自起的前锋 现在呢 满血 手里面还半颗球 也翻出半颗球来 球者慢慢拉扯 前锋这边甚至可以点门了 你来找我嘛 我交自起的 你来找我嘛 你找不找我 你找我 我过来还能溜 球徒这边交自起 有红电 哇塞 这波没有 这波再丽没有中 一个翻窗 一个翻板加速 往前冲 飞轮有没有交过呀 吸住了 一刀 好的 两个人到门边 不能平了吧 不能平了吧 我说了这么久 这个局无力回天 无力回天 求生者上来给我一个大嘴巴子 拦不住啊 高空电也不行啊 高空电 一个不够 再电 哎那边在爬地窖 那边在爬地窖 前后再拖 史诗级 三跑 好吗 啊